大家好,我是貝貝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一顆是朱魯楊桃 之前有跟各位講說直接 環狀剝皮,然後給它放一年之後 讓它的增生組織出來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它牽插 那我今天剛好這一顆也要再來進行 今年度的環狀剝皮 我就跟各位來分享一下我怎麼環狀剝皮 第一點就是先找你要的支點 你看現在目前來講 這一個支點是我要的 這裡還有一個,旁邊還有一支 所以我就先取上面這一塊 先取上面這一塊 因為它這裡有矽字形斜枝的部分 那我就是要取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要把這下面的去除葉子 好,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是不是更明顯了? 整個區塊是不是更明顯了? 那這時候也可以先修一下不必要的支點 把它先修掉 好,先修掉 好,先修掉 好,那是不是都出來了 看你要從哪一個支點開始 那我原則上我會從這裡撥 從這裡撥 然後到時候就取上面這一支 那就很簡單的 拿起你慣用的剝皮刀 或者是我這種美工刀 如果你覺得你沒有信心 可以一次剝得很漂亮 也可以用一個方式 可以先拿筆 先來給它畫一圈 那你就按照這一圈下去環狀剝皮就好了 當然是在木皮乾的狀況下喔 然後你就按照這一圈下去環狀剝皮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很漂亮的把你要的皮剝出來 先下刀 先把我們剛剛有黑色線的先繞一圈 一圈 一圈 好,開始了 剝皮了 記住喔,剝皮的時候一定要把它整個水線 都把它剝掉 讓它不會有回存 然後等於說 見到它的 快到木質部的部分 那我會用這種方式是因為有一個 它的重要的重點是我是多水管理的 我的水是不會等乾了才噴 我一天有時候夏天是噴六次 所以它隨時保持的濕潤 那就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嘗試 我目前這個豬乳羊桃在嘗試的過程當中 目前百分之百 存活 那就不用再讓它去包水草啊什麼那些的 如果你有興趣 然後你又是多水管理的話 你也可以嘗試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你不管是用剝皮刀 或者是我現在買的這種 比較專業用的一點那個美工刀 它其實也是蠻適合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不用磨 到時候刀片直接換掉就好了 還蠻方便的 那沒有包水草啊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隨時看它的真生組織 那過程當中你發現如果有的真生組織太快了 整個好像要趕快 又要把它的那個水線連起來的狀況下 你也可以發現的時候 再補刀把它割斷 這樣就好了 最主要就是不要讓它水線連成線 又回垂 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會 真生組織就會 有一點失敗 沒有辦法獨立的一個真生組織 那它這樣子 存活率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我再修一下 水線的部分 讓它直接比較完全看到木質部 其實如果你的真生組織快的話 長得快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秋天的時候 直接來處理 好啦 整個的環狀剝皮就好了 然後你看一下 所以我就從這邊 那到時候如果越洋越粗 這裡就會變成一個大桶 然後這個就可以另外形成我要的一個 豆盆或者是小品盆栽 我就跟各位介紹到這一邊 你有空也 或者是你手上有一些樹種不錯的 你也可以這樣試看看 但是不見得每一個樹種都可以啦 要有實驗精神 像我上次也實驗了一顆花梨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從實驗 然後興趣 然後不斷的反復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資訊 還有經驗 好啦 今天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掰掰